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台南是七谷区网自辽沙州的海滩,今天发现一只搁浅死亡的魏虎金,已死亡约5天,发臭疏烂,死因将由城大金藤研究中心进一步解剖调查。 去年4月19日曾有调课搭交发出海,在七谷区国圣港灯塔外的近海,目击近百只魏虎金城群出现,去年5月20日在台南北门区王爷党上海滩也有一只搁浅死亡的魏虎金,台南沿海常有金屯出现,并有多次搁浅死亡案例,体型最大的是抹香金。 今天清晨,海巡署暗巡第十一总队接获淤明报案,在七谷区网自辽善沙滩发现一只搁浅死亡的金屯,海巡署随后通报台南市农业局生态保育科城大金屯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健平等人,一起前往现场勘察。 搁浅死亡的金屯是一只约三,五公尺长,雄性的魏虎金,因为体积太大,先由海巡队员合力脱离海域,避免被大浪冲走,下午再动用机制将死亡的魏虎金再回金屯研究中心解剖调查死亡原因。 台南市生态保育学会理事长邱仁武说,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呼吁民众爱护海洋环境,让金屯有生存空间。